台北市一名65歲的男性 暑假期間跟家人出遊 因為遇上車潮 他強忍尿液 一憋就是兩個多小時 但好不容易到了休息站 上完廁所 卻發現尿裡有血 嚇得趕緊就醫 他其實會感覺到 他的排尿其實有漸漸變弱 漸漸解不乾淨的狀況 只是說他可能每年 都只慢一點慢一點 所以他自己沒有很警覺 一直到這次發生血尿 然後才就醫 那我們檢查結果 他其他像腎臟膀 膀胱其實都沒有問題 就是有色物性肥大的問題 一般正常的尿液 顏色是透明或偏淡黃色 食物或藥物 有可能會讓顏色更鮮黃 如果尿液有泡泡 還久久不散 千萬要當心 因為這可能是腎臟出現的問題 至於血尿顏色 包括跟西瓜汁一樣 鮮紅或紅茶般暗紅 都會出現 我們待在 要嘛就是待在戶外 那個汗流不止 水分散失其實很嚴重 要嘛就是都躲在冷氣房 其實冷氣房裡面 有體表的水分散失也很驚人 所以如果我們本身沒有 適時的補充水分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發現自己的小便 會變得比較濃一點 這個其實 除了對我們的腎臟也比較不好以外 然後對於說 比如說感染 結石這些症狀 這些疾病都比較容易發生 想要血尿不上身 專家建議正常人一天至少要攝取2000cc水分 平常也要維持規律的坐席 常運動 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定時健檢 不要憋尿 才能腸保健康 記者顧琛詠勇 蔡茫茫島 你也沒理由 欺責 沒有理由 余責